台中市经传国小男童在校内坠楼的意外 竟然只是因为被妈妈骂就想不开 这一名国小五年级的男童下午两点左右 从学校五楼的楼顶坠落 送医之后不治身亡 男童的妈妈是学校的辅导老师 她发现儿子坠楼身亡 情绪当场崩溃 诸不了解意思是因为前一天晚上 男童功课写太慢被妈妈骂 才会想不开 意外现场警方拉起了封锁线 坠楼的是国小校内五年级陈姓男童 当时他爬上学校五楼楼顶 从女儿墙上一跃而下 坠地的巨响把学校老师吓了一跳 正在进球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巨响 那我们老师马上出来看 就发现有一位同学倒窝在中庭里面 男童的母亲是学校辅导老师 下午男童没课留在辅导室写作业 他疑似前一天晚间写功课太慢 被妈妈责备 才会选择爬上五楼楼顶 跳楼轻声 男童身高150公分 顶楼的女儿墙有120公分高 警方研判 男童是脱了鞋子之后爬上女儿墙 跳楼伤重送医不治 男童的母亲事发后情绪崩溃 警方将等他心情平复之后 进一步了解事发的经过 记得黄总与赵健林 台中报